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这林宗雾号称天下第一高手 是也不是啊 是 韩靖点头 陆林之间盛传 他那大光明教 前身便是魔尼教 而此次进京 他背后也是有人的 这些东西朕心里有数 但你不要瞎盘扯 周哲简单地教训了一句 带到韩靖点头 他才满意道 听说 此次进京 他身边带来的人也都是高手 是 你们将他如何了 他负伤逃顿 但麾下较重 被我等 杀得七七八八了 周哲笑起来 天下第一 在朕的骑兵面前也得抱头数窜呢 哈哈哈 你们伤望如何呀 也有 死伤了数人 韩靖犹豫了一下 又补充道 死五位兄弟 有些负伤的 周哲明起了嘴 人后道 都是烈士 要好好抚恤 你们虽是为大当家而私自出营 但这一次 钱从宫里出 不过 你也得给大伙好好说说 朕是敬佩你们大当家做的事情 但这等不守规矩的事可依不可在了 若还有下次 朕也只得像对待秦家一样 忍痛 查办你们 韩靖回答了之后 周哲才又点了点头 微笑道 另外有一点 朕倒是有些奇怪 你们如此爱戴陆大当家 为何每次都是你来见朕 不是那陆大当家本人呢 韩靖犹豫了一下 大当家毕竟是女子 因而这些事情都是托臣下来分说 绝非对陛下不敬 哈哈哈哈哈哈 周哲豁大地笑起来 朕明白了 朕明白了 韩靖不用着急 朕都明白的 你们大当家是个可敬可配的女金国 大英雄 朕信赵了 今日之事 她若过来 我俩之间说不定还真不好说话 吕梁梁山皆是朕的子民 你们受苦多年是朕的过失 但往事已已不必回头了 如今女真猖狂 山河风雨飘摇 却未尝不是男儿建功之际 韩靖 你们好好为朕守着天下 朕不负你们 一日未尝不能像广阳郡王一般 赐绝封王啊 周哲原本对于清暮寨的骑兵 还有些疑惑 韩靖与陆红蹄之间 到底哪个才是说了算的头领 他摸得不是很清楚 此时心中豁然开朗 李梁山清末寨 最初自然是由那陆红蹄发展起来 然而壮大之后 女子岂能统领群雄 说了算的终究还是韩靖这些人 但那陆姑娘威望甚高 寨中众人也承她的情 对其极为敬重 如此一来 对于韩靖这等 掌实权的 自己恩威并失 对陆红蹄那等被供着的 自己只要各种荣宠恩惠加上去便行了 这些事情想得清楚 他心中颇为愉悦 先前想起那宁翼 不过是心头灵光一闪 韩靖一脸疑惑的时候 他就后悔了 他先前对于宁翼的感兴趣 主要还是好几次没见到李诗诗 后来那次在城头见到李诗诗为士兵表演 他的心中也有着复杂的情绪 然而李诗诗已有了心上人 他是皇帝 岂能为此争风吃醋 他详细地了解了那宁翼 一介书生却跑去经商 在右相麾下各种不入流的小手段折腾 心中厌恶 却不能不承认对方有些本领 自己既然身为帝王 便该用人无泪 钱四元已死 一日让他当个小丑跪在自己面前 用一用它 若犯了错随手抹了便是 自己岂会真的在意这样的人 而即便又想倒台 又岂会因为这样的情绪 而去顺手打掉他 但他将来若做了错事 自己也绝不会姑息便是 因为这样的情绪 他每每注意到这个名字 都不愿意过多去想 想多了岂不显得很重视他 这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 对着重视的将领 说出宁翼来 出口之后 含尽迷惑的表情里 他便觉得自己有些丢脸 你做下这等事情 是否是一个伤人之使的 真是掉份啊 好在韩靖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心中正在紧张 应该也注意不到什么 在这之后 又知道了这支铝梁骑兵的大致情况 有了突破口 他情绪愉悦 如何调整这支铝梁骑兵 令他们不失野性 又能牢牢握住 甚至发展出更多的这种素质的军队来 这其实是近期他觉得最大的事情 因为这里没有惩罚 至于秦四元的死 各种权力的交替 哪怕是京畿附近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各种的吃相难看 按照规矩去办 该敲打的敲打也就是了 与恒靖又聊了一阵 周哲才放他回去 安抚军心 顺便给他补了个出兵的条子 至于谭诊 李炳文等人就不安排他们在宫里打招面了 免得又要劝奖 韩靖带着几名亲兵倾其出城 经过一处院落时 远远看见不大的灵堂已经搭起来 他微微地叹了口气 他出城之后 京城之中的气氛 引人像是笼罩了一层雾气 在这个夜里 朦朦胧胧的让人看不清楚 近两千骑兵 无军令而出营 其后在原野上杀得血流成河 这样的事情 平素自然算是大事 引下的情况里 则该说是可大可小 秦四元的问题 牵涉的范围实在是太广 京中几个大族 几个地位最高的臣子 要说完全脱得了干系的实在不多 消息传来 又有大员入宫 位于权力核心者都在猜测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至于下方 类似于陈庆和铁天鹰等捕头 也早早回京 做好了大干一番的准备 带到秦四元一家的噩耗传入京城 情况显得就更加复杂了 这一下 上面无论要处理哪一方 显然都有了由头 然而这天晚上 事情都一直紧绷在那 没有后续的发展 或是皇帝还未做出决定 或是几个权臣还在私下交涉 众人便也观望着风头 不敢轻举妄动 朱仙镇距离京城有三四十里的路程 秦四云 秦绍坚等人的死讯 虽然当晚就传入京中 尸体却一直未知 至于这天晚上 为了救秦四元而出动的 掌握了秦府最后力量的一帮人 也只是随着装尸体的马车 缓缓而行 女真人去后 便梁虽然再度繁华起来 但一间还是闭上了城门 秦四元的尸体 随宁一等人 在凌晨到了便梁南门外 等到清晨开门了 方才驶入城内 铁天鹰等人早已在那等着了 此时早朝已经开始 一旦事情有了定论 他便能出手拿人 宁一等人护着尸体进来 神色冷然 似乎是不想再搞事 不久之后便将尸首 运入小小的灵堂里 树倒狐森散 强倒众人推 秦四元虽然盖棺 但此时赶来祭奠他的人 可能不多 天亮起来了以后 铁天鹰则收到消息 骑兵出营的事情 被上头轻拿轻放了 然而这边事情还未完 在这清晨时分 第一个过来祭奠的大云 不料竟是同贯 他进去看了看秦四元等人的灵堂 出来时则首先叫了宁一 到旁边说话 距离灵堂不远处的院落旁边 对话是这样的 为你之事 本王昨夜一夜都没睡好 你瞒得了别人 瞒得住我吗 一千八百旅梁骑兵出营的事情 说与你无关 你瞒得了天下人 只为救秦相一命 你 就到了 为当委之事 秦相的确鞠躬尽瘁 他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然而 为当委之事 他还是用错了法子 前车之剑 便是后车之辙 只想不到 第一个过来祭奠的 会是王爷 哼 本王 唉 为报秦相 我用尽了法子 如今 终究功亏一篑 你要说什么 秦相走之前 留下了一些东西 很多人想要 我一介伤人而已 秦相走了 我留不住 东西 在这里 你想借刀杀人 本王统军之人 要你这个 王爷在这里 牵扯最前 也最不怕事 这是秦相 留下来的因果 谁战斗不好 王爷又拿了用 或是拿去烧了 都随意吧 铁天鹰以为 至少童冠会为了 骑兵之事而震怒 然而大人物的心思 他果然想不通 与宁义私下交涉不久之后 这位王爷也是一脸平静地走了 对于宁义这边 童冠不再追究 军队的事情 宫中有周折给贝勒书 此后吩咐下来的 就只有缉拿刺杀秦死员的 凶犯者一笑了 这也是没得拿的 刑部总部在陆林间 确实是杀刑 但想要动到林宗吾这个级别 并不容易 最近几十年来 唯一被他们动了的大宗师 只是刘大彪一人而已 而在这其中 林宗吾也是真正地吃了大亏的 他原本由京中大员称妖 想要刺杀秦死员后天下闻名 京中再高拿清放一点 大光明教就顺势扩大到京城 谁知道迎面撞上军队 教中高手被杀得七七八八不说 接下来想要入京 一时半会儿也成了炮影 除林宗吾外 京中几个暗中仰视的大家族 也多有损失 炮道员也上看了一场热闹的陆林高手 更是凄凉的没处说理 但在这一场火拼中 暗地里浮出来的许多东西 也真正地让人动容 一些早就被京城通缉的重犯 包括圣公余孽等人的纷纷进京 似乎都是在预示着 某些不好的兆头将要来临 秦死员死后 权力的瓜分 必然也是要有一场火拼角逐 才能再度稳定下来的 而铁天鹰也绝不会相信宁义 会在这一场混乱中置身之外 他投靠了童冠或是哪边尚在其次 重要的是 为了家中一百人 他却涂了半个粮身 这次的事情 他一定会回头报复 但由于上头的青拿青放 再加上秦家人的死光 又有童冠有意无意的照拂下 宁义这边的事情 暂时便淡出了大多数人的视线 此后数日 灵堂偶尔有人过来祭拜 宁义花了些钱 在胡同口搭起了一些戏台 又召集了手下的表演者 或是说书或是唱戏 附近的孩子偶尔过来听听看看 戏台还要给发堂 这些表演倒也有分寸 多半表演让人笑得和不拢嘴的节目 说书也绝不谈及悲壮的了 只是说些与事无关的话本故事 夏日或晴或雨 有的孩子过来了 又被打听到 这是金陈僧事的大人给拉了回去 下雨之时人不多 台上的表演却也继续 有一次重诗道过来 在夏日深深浅浅的树音里 听得那边二胡声响起来 歌者在唱 那歌声苍凉 趁在一片的笑语故事里 倒显得滑稽了 待听到 过今多少事都负笑谈忠实 不觉落下眼泪来 夏天明媚 风雨却苍茫 告别一道守城的秦四园之后 他也要走了 带着弟弟的遗骨回西北去 其余的京中大员 便也不在乎秦四园死后的这点小事情 此时他仍是坚臣 不能谈是非 不能谈有 便只能说空了 既然谈及是非成败 转头空 这些人也就更加相知 抛出脑后 有这一等想法的人 是玩不转正谈的 只有铁天鹰 没有被这样的氛围所迷惑 秦四园与秦少谦的投期之后 宁毅等人在不惊动太多人的情况下 安葬了这一家人 此时 京中各项事情已经回到了混乱繁忙的正轨上去了 行不花大力气调查这北上而来的摩尼教余孽的事情 但由于最近这段时间 上京的人数实在太多 京中爆发出的各种案件也多 调查起来一直都进度缓慢 但铁天鹰还是安排了人手监视着逐迹的动向 在大的方向上 太原沦陷后 建立黄河防线已经成为京中近期以来最大的战略行动 要建立这么大的防线 便要出钱出力 出钱出力 要有权力分配的事情 于是京中各个势力都在争取 另一方面 要向空缺出来 新的人选未定 这也是一块大饼 事实上 只要是明眼的人都能看出来 李康苦苦支撑的左向之位 估计也已经做不长久了 因为有女真人的威胁 军队是重中之重 京中 诸方大员都在寻求革新之道 城外的夏村军此时已经被捧在了风口浪尖 只不过越是这样 该怎样对这支军队下手 诸方就越是谨慎 这些都是大事 宁义在安葬了秦寺园后 很大方向上开始倾向于铜冠一席 竹记又开始动了起来 但他刚刚进入铜冠的圈子 基本上也都是在自行歧视 可能要先恢复自己手下竹记的活力 由于这样那样的缘故 在诸多大事之中 竹记所在做的事情 就真正的显得微不足道了 竹记成员的许多事情 一时间似乎也显得有些漫无目的 秦寺园死后 宁义的形势也显得奇怪了许多 铁天鹰偶尔见他出门 看看布匹 谈谈生意 做些比以前更加无聊的事情 在这一段时间里 倒也猜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刑部的事情越来越多 五月中旬快要过完的时候 宗飞小便也被调配回京了 这天中午 两人便在宁义最近长去的布行附近碰头 到酒楼上聊起最近的事情来 变幻风云几卷 乱世纪 今来 与之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665帧 《原删》 《有何人心眼》 《烈火青平原》 《敗戒》 《皆别红颜》 《不一叙愈念》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